就要开始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全新生活21天的挑战 那因为我们团队有一些人已经有做过全新生活21天或甚至12周的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的分享 那这样子会比较实际一点 大家可以听到过来人的心得 那为什么要叫全新生活21天 因为有的人他没办法做到12周也没有时间 所以21天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时段 就是等于12周的前三周 那这个时段呢 也有配合搭配一些我们的美安很棒的营养产品 那让平均那个公司有一个资料显示 平均大概瘦到2到8公斤 那我们先来听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些人 他已经做过21天的 那他是Ruby 那Ruby呢 他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他之前有做过12周的 那现在是做21天才刚刚完 那有把它录音录下来 我们再听一下他的录音的那个所说的心得 我是Ruby 我有去参加21间的那个天性生活 他跟12周的不一样是因为他有加一些蛋白质 然后感觉上不会有压力这么大 而吃起来比较不会说好像一吃吃草一样 因为有很多同学他们也是吃了每个礼拜去去 然后上课的时候他们也有分享说 这样之下来好像就不会想像那个什么 在12周的时候压力这么大 那我是以前就上过12周还是0 可是现在这样子我还是 这个12周已经毕业了 可是我现在还是有持续在 因为一样做那个21周里头一样就是6分内不用去控 因为第一个时候那个教练也有教说 还是要持续啦 教你们啦 那个过年的时候不要怕喝啦 然后就是要乖乖就吃啦 还要一顿嘛 这次因为我那个肝脏的那个问题 因为上次12周 是有指数要表100多的时候 飘到100多的时候 降下来跟正常比正常还正常 可是这一次因为没有院记 也不知道是情况如何 可是我今天去去看医生 他报告说出来是没怎样这样 可见的就是说21天的效果还是不错这样子 好那我们听完那个Ruby的心得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再来那个我们再听一下那个名誉现场 好Live来来讲一下你的心得 大家好我是明玉 我这次参加21周之前呢 我有一次我有实行过一次也是21周的 但是那次我是指示就请教那个Bolens方法 然后我自己执行 Bolens是用12周的那个观念来带进来 然后第一个礼拜他排第一周的时候是配吃蛋白质的 那我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到第四天的时候 我跟第五天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体力 然后或者是就是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然后我之前因为都是那个不对的那个饮食 就是大于大落啊 然后吃习惯了 种口味吃习惯了 然后一下子的那个只能吃青菜跟那个水果的时候 那个情绪就会觉得不是那么舒服 他再参加21周的那个课程呢 因为那个教练呢 他是在排毒中的时候是没有严格的去那个 去那个 他说他们现在有改变 第一个礼拜排毒中还是可以吃蛋白质 但是然后另外教我们认识 就是说选择那个食物 从那个低升糖的食物里面来 然后在糖上面 我们不要直接用那个砂糖啊什么之类的 可以用吃早糖醇来代替糖的口味 然后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执行上来以后 因为我们可以有蛋白质 可以用那个鱼 这些东西来吃的时候 情绪也会比较好 然后在糖里面呢 除了那个还可以分享教练 会把那个喷煮食物给我们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过程 大家是用很快乐的那个气氛去去去上的 同时呢我们还有搭配那个先进纤维粉 然后还有红花油跟那个垃圾 然后因为那个教练有在讲说 这个第一桌排毒的时候 可能比较大 对于肝脏上面的负荷会比较大 所以还是要再搭配那个长青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那先进纤维粉我觉得我个人在使用上面我觉得很好 因为之前有一点排便不是说那么顺利 然后呢后来使用先进纤维粉以后 我就觉得哎 他让我觉得整个感觉很舒服 所以我后来就把先进纤维粉当成那个开水盒 然后这次那个的那个 21天的那个课程里面 我瘦了2.5公斤 21天就瘦了2.5公斤 然后那个内脂可以1到1.5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舒服 然后感觉身体很轻盈很健康 所以我我希望说有同样有减重问题的人 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21天的行业 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 好谢谢明玉 他讲的很清楚 那基本上21天和12周 其实差就是差在第一周排毒的时候 那个12周是7天全部要排毒 21天的挑战是前三天一定要排毒 第四天就可以加入蛋白质 轻瘦蛋白质 大概差别在这边 想一下我的TLS的经验 我是有做过 因为我加入美安三年 我做过三次12周 就每一年做一次 那我现在也在辅导边做21天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新疼代谢会不好 所以我在第一次12周的时候呢 是只有瘦3公斤 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总共瘦了11公斤 这个是要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做完TLS不管是12周或21周 其实你的饮食习惯就要慢慢慢慢慢慢调整为 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 你慢慢的就会慢慢瘦 那等于说 因为我大概是加入半年以后 八个月以后才开始做全新嘛 所以已经剩下两年半瘦了11公斤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非常好 因为它有调整体质 然后呢我们家全家的健康都因为这样调整了非常非常多 那我分享一下红花 因为我的臀部比较大 所以呢红花对我非常有帮助 我在12周的第二次的12周呢 我的臀部的臀围就少了11公分哦 就是我自己没有做的时候 我也是在家吃那个蛋白质餐啦 那偶尔会吃一些淀粉 因为我们家全家以前都是以面食为主 什么水饺包子啊馒头啊面条啊都是以这样为主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前面很难改 那后来改过来以后大家现在几乎很少吃面的东西 偶尔还是有嘴馋会吃啦 那红花的部分呢我是比较深刻 为什么呢就是有吃和没吃 比如说你有吃到很多要想吃甜食的时候 高点的时候你就赶快吃个红花 热个然后运动运动 因为吃红花以后30分钟要有一些运动 伸展也可以走路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没有不用剧烈啦 反正这样就很好了啦 那热个的话也是会让你一直流汗一直流汗 我自己会流汗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你做了全心以后 健康的身体你在气色方面 还有你的精神方面都会好很多很多 那这个是我的心得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体脂率 我们这边有准备一小部分的体脂率 就是我们最重要做全心 不是减体重哦 是要减体脂率 我们来看一下及格的话 女生是体脂率几% 25到30% 男生是20到25% 肥胖就是大于30% 或大于25% 就等于是靠腐女 我们每次讲人看着瘦瘦的 哇那个体脂率38 39 那可能他的里面 他的肌肉量就很少了嘛 他里面都是泡泡的 等于一个大泡包子 但是他不胖 可是他的体脂率很高 他体脂率高的话 其实他的很多心脏血管那些都要注意 他的健康状况都要注意 不是说瘦子 他就体脂率会瘦 然后呢 我们全心的生活饮食顺序 简单的讲就先吃高鲜的蔬菜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最后吃糖类 那高鲜蔬菜和蛋白质的量是多少呢 就三份蔬菜的量 等于再加一份蛋白质的量 就是用这样 三口蔬菜一口蛋白质 三口蔬菜一口蛋白质 这样子比率啦 比率是这样子 就是多吃蔬菜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的产品的部分 带一下产品的部分 那我们的产品的部分呢 有这些产品 好 那我们先来讲 21天的大原则 就睡眠充足 那为什么叫全心生活 他连你睡眠啦 饮食啊 都会包含在内 因为你睡得少 你的内脏脂肪 体脂肪就会增高 这个是 我也是因为学了全心 我才知道的 不能超过4小时没进食 因为他会饿 饿了会就会乱吃东西 然后增加血糖 然后不要饮酒 然后可以用一些辛香料来 辅佐在餐点里 少许放盐啊 胡椒粉啊 醋和芥末 那水分一天要吃 2000cc 都吃淀粉 尤其21天 是不能吃淀粉 那个12周的是 可以吃一点淀粉 古物和乳制品 因为他会 他会有一些过敏源 多吃糖和人工派糖 多吃生鲜和 简单的 蒸煮的蔬菜 那 他有一个21天的组合 那是 7、6 7、6折 那还有呢 就是 在1到7天的时候 那个 在排毒的时候 那21天是1到3天 第4天就可以吃蛋白质 轻瘦蛋白质 大概以卢蕙滋啊 酵素 益生菌 综合维他命 这是排毒周 那8到21天呢 就是 就是燃烧 脂肪燃烧期 那这有牵涉到这些 就红花 鱼油 精英 B群 让身体有体力 因为在这 这一段时间呢 你是要做少许的运动 那精英和B群 就可以帮助 我们增加肌肉 肌肉度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还有一个 鲜活 入门组 其实我们有好几种组合啦 都是可以 可以在这个 21天或12周 搭配使用的 好 那么 其他的部分呢 在我们后台 TLS 21天实习班 这边 都可以上去 都可以上去呢 连到我们后台里面 都有一些 资料可以显现 大家有空的时候 都可以上去看一下 下